马芳林带着被花寒衣打伤的公孙段 来找丁家寻求帮助 公孙段在接受丁云鹤治疗时 听到丁玲玲想打他们走 受不了窝囊气的公孙段 忍着疼痛要带马芳林离开 两人刚走出门没多久 公孙段怒火攻心口吐鲜血 立刻跌坐在地 公孙段说完当场弃绝 马芳林来找丁云鹤辞别 意外得知丁家藏有武林秘籍生死经 马芳林未得到生死经向父红血报仇 转变了想法 打算先想办法留在丁家 这天马芳林按丁玲玲的吩咐 去后山翻地 天气太热她中暑昏倒过去 幸亏众人及时找来 将她带了回去 叶开几人从大夫那里 知道马芳林有了身孕 十分心疼她 丁玲玲还专门给马芳林 安排了下人照顾她 父红血为了解 白天宇生前的为人 特意来找李循环 结果见到的是 假扮李循环的叶开 丁玲玲在给父红血倒茶时 手上的铃铛暴露了她的身份 父红血明白过来 自己被骗了 立即和叶开翻脸 她以为叶开是杀死翠农的凶手 这把飞刀是不是你的 没错 这是我的飞刀 父红血不等叶开解释 便上去和她打斗在了一起 期间叶开看准时机 想用藏在袖中的 无忧灵刺父红血 但丁玲玲未帮叶开 挡住父红血的攻击 误中了无忧灵 等丁玲玲醒来时 叶开发现她已经失忆了 叶开只好将她送回丁家庄 告诉了丁云赫等人 事情的经过 无忧灵是丁家的传家宝 被刺中的人会失去记忆 叶开和丁玲玲之前一起将她偷了出来 叶开本来想用无忧灵刺父红血 让她忘记仇恨 没想到误刺了丁玲玲 丁云赫气的对叶开就是一顿暴揍 无忧灵是没有解药的 而丁玲玲现在除了陆小家 谁也不记得了 为了治好丁玲玲 叶开决定去找她师父李寻欢